只是说各就各位 这新议会正式运作没有几天 已经有不小的口水纷争 蓝绿虽然在立院龙头合不起来 倒是在过年后开议时间合了 传出他们私下拍板 开议时间会落在2月23号 这就让民众党非常不满 总招黄国昌之前说 他们希望的开议日只有两个 最快2月6号顶多拖到2月16 这就让他呛说 为什么蓝绿私下瞧好 要威逼民众党接受 说哪个行业2月底才上工 不光这 其实包含黄国昌的板桥服务处 也因为自家的违禁争议被恶搞 名字被改成了他的口头禅 太离谱了 变成太离谱服务处 或是下面您看到这网友恶搞成 咆哮服务处 年前发红包支持者大牌长龙 民众党立委黄国昌板桥服务处开张 被点名建制2026新北市长 但这回这个服务处遭报跟家人大有关系 四叉谋脸书翻出官网截图 指出黄国昌的老家 拆除执政号码对应的公司 就是恒河营造有限公司 而恒河营造未在板桥的地址 正巧就跟黄国昌 日前在板桥的服务处地址相同 其中代表人的名字 四叉谋也说 这个人不知道是他的大舅子还是小舅子 大方承认也说自家为鉴该拆就拆态度坦荡 而其实黄国昌位在板桥区的服务处才开张 Google地图上名称还遭网友恶搞 拿他的外号国聪口头才太离谱了 改成太离谱的服务处 网友发挥创意 黄国昌也幽默回应 不过为了地法院开议时间 黄国昌再度杠上蓝绿 为什么蓝绿两大党私底下乔好 2月23号开议 然后就好像要威逼着台湾民众党 这个少数党接受 稍有不从 马上发动这种抹黑 格调这么低的政治攻击 布曼蓝绿私下乔好 2月23日开议 认为时间点应该是2月6号会最晚 2月16日则一 对此民进党总干事吴思瑶 则大算黄国昌不做选民服务 不要把个人英雄主义无限上纲 而力投国民党 我嫌疼出来不管是2月16号 或者是3月份 我想我们要开议 我想我们都是全力的配合 认为时间点还有协商空间 国会新会期 各阵营为了开议时间点炒成一团 华视新闻林文宇 红夕宇台报导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开启小铃铛